今天参加第一次比赛 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挺期待的 今天是我 这是第三次训练 然后 也是第一次 训练的一个成果的比赛吧 我得把肢也先搅了 这个接球 终于把肢也搓了 还有一个就是万一输急了 我怕我挠人 哈喽大家好我是石头 今天参加第一次比赛 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挺期待的 天好了 你看大家都出来运动了 出场上 然后公园里 跳舞的 走路的 这个 跑步的 人越来越多 这是挺好的事 回国后 我们人俩一直在寻找一个橄榄球的运动团体 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跟着网络自学过 周末也会在社区或者运动场一起玩一玩 在我的Vlog海外版里边也曾经出现过 橄榄球这项运动是我们融入北美文化的一道重要桥梁 它拉近了我们和邻居之间的距离 虽然橄榄球不能说是风靡世界 但是在北美绝对是一项家喻户晓的运动 热爱程度怎么来形容呢 反正周末家庭出游 那车上一般都会带着一盖篮球 我们这最小的球员打的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你看这接球动作 就在看那小朋友打球 好 好机 今天的练习 练量挺大的 还在为比赛做准备 今天是比赛日 这个热身增加了一些热身相 看我的汗已经下来了 刚才训练之前还要上厕所 由于出那么多汗 现在又不想去了 看见过比赛吗 没有 感觉怎么样 我也害怕 我怕人把我撞了 我也怕我把人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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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第一场 一共一个半小时 这刚刚第一场 每场差不多是在 六七分钟吧 因为场地小嘛 然后完成了一次攻防 我们先防 然后再攻 防的时候被人 应该是 打了第三次 第三次就打阵了 然后我们也是攻了三次 然后打阵 穿平吧 下班我得歇一会儿 你看我的汗 你看都亮了 又喝 这还有 看看这个 别跑 别跑 你看看这水 哎呀呀呀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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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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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来个 超级小选手哎呀 我是特别喜欢这项运动 说起来也算是一种缘分嘛 说到这儿呢咱就简单聊两句 当年从美国圣母大学回来的朋友 把橄榄球这项运动介绍给我 和他回来以后准备加入NFL 中国区直播的这个解锁团队 他本人非常钟爱橄榄球 目前他自己也创建了一个 以橄榄球文化为依托的公司管理团建项目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屏幕右上角的这个视频提示里的内容 言归正传咱接着说17橄榄 17橄榄球的全名应该叫美式17橄榄球 是源于美国国家橄榄球大联盟NFL的一项大中华运动 和正式橄榄球运动相比 17橄榄球规定不允许抱人推人 更不可能有勤抱的动作出现 防守方拉下持球进攻球员腰带上的一条腰旗 进攻即被阻止 是一项相对安全的非冲撞性运动 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青少年人群中广为流行 您听好了啊 这是青少年运动 我来这几回 还真就是我所有队的 不过我觉得您家要是有孩子 又想以后出国深造的 不妨带孩子找到俱乐部体验体验 绝对百姓有愉害 真的很像 今天有点遗憾太郎没有和我一起参加训练 要知道今天会有图灵人参与 我想太郎一定很愿意加入 谁让他是个射牛呢 和这个年轻人的家长在场边也聊了聊 他已经打了三年的橄榄球 之前是在一家全国知名的俱乐部训练 但是由于疫情 这家俱乐部无奈的结束了经历 为了能让孩子把这项运动坚持下去 这位家长就开始陪着孩子 四处寻找可以继续让孩子打球的俱乐部 他也更愿意和成人一起打球 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一起互动和学习 无论球技还是其他方面 我认为这一点对于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 我们约好了下周让太郎和这位新朋友相互认识一下 在国外我也是看到同一个社区里的不同年龄段的人 经常在一起运动啊交流 大家相处的像同龄人一样 这多好 说到年龄问题 上回的视频里我也提过 来玩腰奇的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小年轻 有个小姑娘还称呼我叔叔 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尴尬 一问才知道人家父母和我一样也是七零后 所以他叫我叔叔 我还真没毛病 和年轻人在一起让我做到了与时俱进 很多当下流行的方方面面 我都是从他们那儿了解到的 包括从太郎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和年轻人共事真的有一举两年的收获 在我的带动下吧我的发小啊和邻居也准备加入到我们下周来体验一把 这不我在场上的视频就是我发小帮我拍的 他今儿是先来观摩下周正式加入 我觉得我们毕竟还没有到打门球的年龄 有一定对抗性的运动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看你是不是能够像年轻人一样敢于尝试和挑战你 下边的视频是两段我的精彩人见 大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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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乐手 大乐手 大乐手 谢谢 谢谢 今天第一次就是这个新人比赛场 其实我觉得打的挺精彩的 有来有回了 好吧 谢谢 上 进攻 进攻 就是大家我觉得都 就是 他起来都说到了 只要路线跑对 基本上是球是到位的 好了 然后呢 就是要看着球跑 对吧 那我就今天 讲一下防守 因为之前 这家伙给我洗澡啊 我的天 知道我刚运动完 这又十点半了 刚刚训练完 今天是以赛待训 还碰见了一个 和太郎同龄的小朋友 打得非常棒 在底线完成了一次 精彩的抄截 然后差一步之遥吧 就达阵了 我觉得男孩子就应该 多练一练那种冲撞 这种对抗型的运动 对自己有好处 对 那个小朋友呢 我跟他的爸爸聊了聊 他已经打了三年橄榄球 以前北京有个叫巨石的 一个俱乐部 后来因为疫情期间 也是防摊了 所以我后来他这个孩子呢 就跟其他的俱乐部一起练 他爸爸觉得跟小朋友练 已经不能 就是提升了吧 所以决定带他来一起和这个成年人组 一起去锻炼锻炼 小朋友真的发挥不错 今天完美的抄截 底线抄截 而且差一步就达阵 非常棒 得 今儿也不早了 跟着聊到这儿 就说说说说到 我们下回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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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